大连一方昔日后防核心,葡萄牙果角风特离队,它的下家一直令大连球迷惦念,虽然只有五个月的相处,但是后到,大度,技术与球品俱佳的葡萄牙果角已经深得民心。 大连球迷对于风特的离队总有一缕心理纠结,由于外援名额限制,一方维宝吉不得不打造前场攻击组合,而舍弃证明后防核心。 如今,风特已经顺利进行二次就业,由于他在世界杯上的出色表现,使他重新回到了欧洲赛场征战,加盟了法国甲级联赛球队离尔。 大连球迷对此被感欣慰,当地时间几天之前,前大连一方外援风特,出现在球队的临时训练场。 对于风特的火速驰援法甲豪门,里尔俱乐部表示表示,他们已经和风特签约至2020年,他在接受几天的体检之后,正式加盟里尔。 新的足球征程也正式开启,风特是从2018年2月从一朝西汉姆里队加盟中超生巴马大连一方,此后在中超生涯近5个月,他代表大连一方打了7场中超联赛和2场足鞋杯比赛。 因为一方有保际任务,下窗引入前锋里亚斯科斯,战略性放弃葡萄牙裹脚,也是无奈之举。 7月15日,大连一方俱乐部,跟风特双方友好解约,风特之所以引起欧洲俱乐部兴趣,主要因为他在本进世界杯的稳定发挥。 虽然葡萄牙止步16强,但作为葡萄牙主力中卫,风特的表现可圈可点,打满葡萄牙队4场比赛,代表大连一方,其间,帮助球队足鞋杯中淘汰在两战两胜,并晋级8强。 其领袖希致得到输帅称赞,穆谢奎在前场的支点作用,以及顶替风特出场后站稳主力,风特只能为卡拉斯科,盖坦,穆谢奎的组合让路,昔日训练场上的防果经验,无私传授王耀鹏,跟队友们打成一片,以及一方在中超手轮0-8惨败给上岗后, 风特将自己的战术理解,急球队短板反应给俱乐部,那是整整两页A4纸的手写建议信,让风正伟得到球迷认可,足球城球尼忠心感谢风特为大连足球所付出的一切,或许,大连一方顺利保吉,才是对风特最好的感谢,祝风正伟在新的职业生涯中一切顺利,相信将来有一天重返中国大连,一定还是熟悉的朋友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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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